MACDONALD'S APA NEXT 與你一起追逐夢想 荣運贊助 許氏深夜集團 特別感謝 MACDONALD'S APA NEXT 與你一起追逐夢想 今天要為各位訪問到的這一位 已經算是我的老朋友了 有一句話說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這一位身高不高 英語很高 他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林薇 好久不見 林薇 哈囉 好久不見 國東哥 好久不見 2013年的時候 你來參加的時候 你覺得你那個時候真的有準備好嗎 我覺得我準備了很多東西 然後真正拿到好名次的反而是那些 沒有真正去勇於嘗試新東西的同學 反而走得更久 因為他從一開始你就知道他什麼樣嘛 到後面都是一層不變 那我就一直在給大家展示 除了我上場的以外 以及不上場的 我都願意去嘗試 當然可能是因為不上場的東西 並不是能夠讓大家都接受吧 然後可能有些瑕疵 你要展現不一樣的 你不要一直保 要突破 都希望嘗試突破 但是反而 嘗試新東西 並不是 在比賽並不是好選的 對 欸 我跟你講你這個苦我也有過 你可不可以借我來述苦一下好不好 我太聽話了 你知道嗎 對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要突破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那個時候啊 我第一年參賽的時候 我初賽喔 我是用那個東森購物 突破突破 突破 對不對 我那個還有煎蛋啊什麼的 然後我副賽喔 我還有表演這個模仿蔡依林啊 周杰倫 突破了吧 對不對 到了決賽的時候呢 我變成東森幼幼胎 兒童節目的主持人 突破了吧 冠軍第一名 李易賢 你現在在聽節目 在看節目的話你仔細聽喔 他這個初賽 副賽 還有我們決賽唱同一首歌 但是換不同的場景 他得到冠軍了 你看 氣不氣 對 氣不氣 你說那個魚蕾 你也是魚蕾是不是 哎呀 恨啊 好好好 算了都過了都過了 但是我黑豬找魚蕾 是因為我跟魚蕾是室友 所以說我們關係很好 只要黑豬找他 不過也過了對不對 過了這麼多年了以後呢 我還蠻好奇的耶 林薇你現在還是有持續在音樂這條道路上面嗎 我覺得 造化弄人吧 挺有趣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 一成不變的東西 他就有限了 他能夠 能夠 駕馭的東西只有那個風格 對 那因為我嘗試很多東西 然後也被一些製作人看到 那包括這次 我是因為王中堅老師 他知道我嘗試很多風格 他讓我嘗試唱Demo 哇 然後我就能幫他唱很多Demo 那有一次他因為工作太猛了說 歌詞可能 許老奉滿寫一寫 那寫一寫就被用了 然後從此我就跟他合作這樣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Nathan王老師 他是在好萊塢主流 也有擔任過我們的女神 他在好萊塢主流 幫非常多電影跟電視劇 都有作詞 作曲等等的 所以你現在自己 有接觸到創作嗎 賈乃亮大哥的天降利刃 還有長龍大哥的李天鋒 以及陳思成的電影 《長人街探案》的網劇版 是 然後這些的OSQ 我都有參與創作這樣 那你自己會不會很希望 我每一次碰到創作型的歌手 我知道創作對你來講呢 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會不會很希望說 自己寫的歌 由自己來唱比較有味道 因為你其實幫別人寫歌 這種心情 當然 當然有啦 我其實 其實我在 因為我的風格 我閃子還是有限 畢竟比較細 那我有些歌 適合我的時候 我唱法就特別有感覺 特別喜歡的時候 我真的很喜歡我唱 但是亞於我還不是一個角色 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藝人 還沒有人知道我 那肯定要 也是因為節目推廣 也是因為電視劇 或者是電影推廣 需要一個更有名氣的 聽來增加流量的 他們有預算 當然請你聽上比較好 所以我也能理解 我是希望等待一個機會啦 能夠有一首歌 它爆 爆了之後 能夠帶我真正進入這一行吧 我現在還是在周圍有多大 所以它算是你最後最終的那個夢想 已經沒有退路了吧 我覺得做了這麼久 別的技能也沒學到 我 從小也就是因為這個東西 得到周邊的人認可 我就更有信心地去做 我覺得是大家害了我吧 真的害了我 就我覺得這東西一直在我腦海裡 覺得說 我好像只能做這個東西 能夠得到大家的認可 有掌聲 有說 你可以 因為我之前有跟你講過啦 我聽過這麼多參賽選手喔 他們的自創 當然 好多首歌曲我印象都很深刻 然後好多首歌曲我都覺得 哇 這一些選手好有彩分喔 真的嗎 可是 沒有啦 不是每一位 我講好多位嗎 沒有每一位 好不好 我們不要講每一位 每一位就有點虛偽 可是 真的有讓我哭 這是真的喔 就是你寫那一首媽媽 可是這首歌你現在是怎麼樣 不發行囉 因為那個時候年輕嘛 就是也早 是將近快十年前了吧 欸 八年前了吧 八九年前了 已經很久了 好久了 那首歌也是我 剛剛開始創作 沒多久的一首歌 我覺得 還不是很成熟 那時候做的 現在聽 我覺得聽 那歌則OK啦 但是那個編曲和詞 我覺得太難聽了 我會想重新弄 但是 因為目前是在做自己的一些 比較 然後符合現在風格的一些歌 所以就沒有在focus那首歌 考慮一下啦 我覺得 對我而言 那首歌曲 最具有魅力的 可能就是你自己 最不喜歡的那個部分喔 可能就是你覺得自己 哎呀不修蝙蝠 還沒有到很純熟 可是 對我而言 那是一個 完全聽不到 愛搞笑凌薇的聲音 那是一個很真誠的聲音 很認識的 你還記得那首歌的副歌嗎 記得 你可不可以現在情場很短 這就是媽媽 你有更好的詞 能感謝她 就是這樣吧 你媽媽有聽過這首歌嗎 媽媽聽過 媽媽聽過 這是母親節也是寫給她的 那這麼多年了 家人 有沒有對你改觀音樂這條路 支持了嗎 表面上沒有 但是我聽線下去 不是說我爸爸的一些朋友 經常有跟我打電話說 因為我爸是做 心內裝潢嘛 OK 然後有些時候 我會去幫他去客人家 deliver一些東西 或者說幫他小微的小挑一些東西 是 那客人就會跟我說 欸你爸爸老誇你 什麼 學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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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又那的 然後心裡想說 其實他還是 應該是挺 挺認同我的 但是他可能是怕我吃苦吧 在這條路上 因為他因為他幫不上我那個媽媽 所以他覺得他也歷不從心 然後又怕又看我有時候 賺到些錢 有時候賺不到錢 那種不穩定的生活 很擔心我的未來 所以我能理解他 我能理解他 他是愛我的但是 其實我們常常 在我們東森新的舞台上面 都有講過 你並不一定要是得到冠軍 對不對 你才是王者 很多人可能因為我們的比賽 更認識了自己 讓自己更有信心 甚至於因為自己的比賽 感染了其他的人 像你自己你的故事 也可以幫助到很多人 同時 你有曾經回來 擔任過我們的導師 所以在我們的心中 還有在很多觀眾朋友的心中 你就是王者 王者榮耀演唱會 謝謝 今年自創曲還唱別人的歌 你跟大家透露一下 今年肯定是要帶著自己的歌 交成一單 如果還是唱別人歌 不是原地踏破的嗎 喔 哇 那這個其他的參賽者 就要聽到了喔 其他的王者 林薇已經下了戰鐵了 他即將帶著自己的創作 那我們大家就一起期待喔 Mcdonalds APA NEXT 與你一起追逐夢想 王者榮耀演唱會 我們10月7號見囉 林薇 愛你國中哥 拜大家 拜拜 拜拜 2022新人王由McDonalds冠名贊助 McDonalds APA NEXT 與你一起追逐夢想 榮耀贊助 許氏深夜集團 特別感謝 凡事都可能實現 並不是空談 我們從小見證父母邁向成功 我們花時間在學校 一起遊戲 相互陪伴 雖然有些事還在摸索 但我們並不孤單 藉由APA NEXT這樣的計劃 McDonalds多年來一直心系 美國亞太裔學生提供鼓勵 了解更多相關的資源 座談會與其他計劃 請去APANEXT.COM 最終 我們不再幻想未來 而是逐步的實踐夢想